我觉得成功其实是要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不断标策自己 白浪门其实创始于1933年 它是一个上海海派文化的发源地 也是地标之一 所以我现在负责的工作就是内容整合 品牌推广 主要是负责对外对接资源 现在最近我们和英国合作 准备做一场show 未来的目标 因为白浪门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 但可能很多人在外国 可能未必知道现在的白浪门是在做什么 所以我希望通过内容的整合 和对外例如英国合作 起码可以将白浪门推到一个国际的视野 我因为我的工作 其实也是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 因为演艺界的人 或者一些舞蹈家 歌唱家 所以其实工作之外也算是生活 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边学习 接着又一边享受 我除了是上海白浪门的执行董事之外 我也是莲花慈善基金会的理事 我们其实莲花慈善基金会 每年都会去探访老人 去探访若智社群 不如若智儿童 这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做的事 希望以后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小朋友 去资助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接受教育 我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谢谢大家